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7月25日 上次南京寺说是供奉日本战犯的 南京的一个寺庙叫玄奘寺 他供奉的这个人吴阿平 他现在找到了 找到了以后抓了说是寻衅滋事什么的 然后他特别还调查了一下 这个人的身心状况 因为身心健康 身心健康 以为他神经病 我也没想到 但是他调查了以后 这个人是90年9月出生的 他名字就叫吴阿平 然后是17年12月18日到玄奘寺出资 供奉五名清华日军和 这个叫一个美国人叫什么东西 然后他并且他出的这个费用 也没有我们以为的认为那么高 他是五年一共 这六个牌位 五年一共才三千块 就是每个牌位一年是一百块 这么贵 对 然后 这个通报呢 这个南京政府调查的这个通报 南京市委市政府调查组 调查组在周日在网上的这个公报说的 他也没有发现说有人去指使他或什么 也调查了 但是这个吴阿平他说他到南京生活以后 了解这个清华日军战犯的暴行 对他造成生心理阴影于影响 这个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他可能了解到这个南京日军在南京大屠杀 然后做这些事情对他 他了解到这些事情了 然后呢 他是供奉这牌位是用来说解冤事劫 脱离苦难 让谁脱离苦难 这个这个逻辑我懂了 我看懂了 不我看懂了 你知道吗 这个这个就相当于用爱去解决问题 知道吧 这几个人是杀人魔嘛 然后呢 他供奉牌位呢 不是不是说希望这样的杀人魔 赶快转世投胎以后再变成杀人魔 他是希望希望这个这个 供正外牌位就把他给 怎么给化解掉了 他就变成一个好人了 下辈子或者怎么样 对 我觉得他非常高尚啊 你知道吗 普通人想不到 但是呢 还是被中国的政府 用这个叫寻衅姿势什么 我觉得这个南京官方说的 他这个吴阿平啊 他说 他说他说 因果世界的错误认知和自私自利的动机 他这他这有什么自私自利啊 我觉得他 他他只要供这几个人 他他做什么东西都不是自自利 要么神经病 对吧 然后他说 他说这个 呃严重违背佛教 扬善惩恶的教义 教规 佛教 扬善惩恶也有 也有这个化解 也有这个解冤事结嘛 佛教应该也有吧 对吧 他说严重破坏公共秩序 这个倒无所谓 你想说就说了 严重伤害民族感情造成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涉嫌犯 寻衅滋事罪 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案件证案件审理中 就把就这么把他给抓了啊 他是多大 你前面说他 90年 90年好小啊 比我们都小 这个没有关系 重点是 重点是他通过这种方式的话 去 这些这些 你去供奉这个牌位 不一定代表着 让我想到了 就是你不一定代表着 你就是对他好了 对吧 人已经死了 你有什么对他好不好的 你不是给他烧纸钱什么的 重点我觉得 中国这些网民愤怒的网民 可能都误解了他的意思了 对吧 他说他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解冤事劫吗 脱离苦难的意思吗 对 我觉得 我觉得他是好意吗 对 就把这几个恶魔给震住了 或者是把这个几个恶魔给迷信的说法 或者把他给 对啊 下辈子不要再投胎做恶魔了 我觉得他这个是一个 是一个 更伟大的动机啊 用爱去化解仇恨啊 对吧 这个是更伟大的动机 你一直仇恨的话 这个是比较不好的事情嘛 本来 这个日军 日本现在也不是像当年的那个 那个清华的时候 那个日军了 你 你不是经常有 经常说的就是这种 你用这种 revenge 复仇 去 就是说 很多坏人 有坏人 杀了你亲戚 或者你儿子 然后你也去把这个坏人的儿子也杀了 然后那个坏人又过来杀你 然后你又去杀那个坏人 这个东西 这个就不是什么正义 这个就不是什么承 扬善承恶 你用爱去化解这个仇恨 那或者说你用你佛教里更高级的东西 你去把它给放下涂刀利利成佛吗 佛教里对吧 对 这个是真正的 这个是正义 正义不是说你直接去拿起刀 把你这个 当然有些情况你必须自慰嘛 把要伤害你的人去先干掉 你就避免伤害 但是如果已经对你造成伤害 那这个人现在目前被抓了 难道你过去一枪崩死他吗 这是正义吗 你知道吗 这不是正义 这不会凭任何的名分 需要的 唯一能解除这个 就是说像 比如说就是这个南京大屠杀 这种在中国这个 说伤害的民族 中国的民族的感情 怎么样恢复这个中国的民族感情 你中国怎么样恢复这个民族 你不可能中国永远跟日本是对着干的吧 那日本人也是人呢 你也喜欢看日本的AV啊 日本又渴水灵了 对吧 你不可能一直把这个民族情节就放在这里 就一直恨着嘛 对吧 那唯一的方法就是用比较高一级的这种 justice 就是正义去把它解决掉 而不是说他杀你一个 你杀他十个 然后他杀你一百个 你杀他两百个 没完没了 你知道吗 没意思 你知道吗 你自己你自己你也不是能保证你杀他的时候 你自己不被杀嘛 对啊 所以说仇恨来仇恨去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吴阿平干的是对的 没大感觉 以爱化解仇恨 总之他是这个意思 然后再说呢 反正这个事件 他如果他他这个官方又找到了这个吴阿平 又又说了一下这个吴阿平 这个怎么回事 为什么去供奉啊 他自己 当然我我是没有这种逻辑的 他自己可能是信了信信佛教 有脑子里有一些迷信的逻辑 然后就觉得说这样就是化解仇恨了 那不是蛮好的吗 我觉得我不关心他的这个过程 我只关心他的他的意图是好的 你知道吗 那么另外一方 然后就是说这种事情啊 我觉得中国政府他他应该去管他吗 你你像这这么小的寺庙 一个寺庙 一个一个排位一年他一百块钱 肯定没什么鸟人去的啊 这种你看他排位 是大螺丝钉在后面录着吗 就很肯定很粗糙的 就鸟不拉屎的地方 然后你你你去管他 然后又把这个民族的这个这个情绪又挑起来 那是那是为的是什么事情 那你就是说中国这个这个人民 配不配这个跟这个中国政府啊 呃呃他有没有这个 你你正常的讲就是执政的合法性 或者说这么多这么大的国家 这么这么好的一个国家 这么好的一块土地 这么好这么多这个这个呃 好多人民 嗯 你这个一个烂政府 这个这个政府的水平能不能配得上这个呢 这这些人能不能配得上这块土地 统治这块土地 能不能配得上你这么大的权利 你用这些权利在干嘛 你知道吗 然后一挑起来这些情绪 那么呃这些问题就没有了 政府不应该去管这些事情 你知道吗 你要民间民愤自己去民愤自己去解决 你自己去问吴阿平为啥去供奉 他能解释的清楚 你那些同样 大家都是人 肯定有人跟吴阿平是一样的这种 他迷信的程度差不多 有共同语言的吗 跟我是没什么共同语言 但是我理解他 你知道吗 然后你又有有共同语言的人 你又更加可以理解他了 那么就就仔细去想一想 我们到底把这种仇恨拿来干嘛用 谁谁最终获益 是你中国老百姓生活变好了吗 你知道吗 你这样仇恨日本 你你有你创造什么价值 你知道吗 你什么时候让这个这个这个 集权政府的腐败问题 不要干涉这个自由经济 大家都繁荣 大家都有钱 知道吗 这个是重点的问题 你干事情水平低 赚钱水平低 做了低端制造业 污染环境 没有道德底线 没有食品安全 这些浪费 浪费这些资源 这些问题 你拿来想 也许能创造很多的价值 为你的后代 为你这个国家 为你这块土地 你想他妈仇恨日本人 你能创造什么价值 你仇恨他干嘛 你知道吗 而且他这个仇恨也没有 不是意思说 不是说不能仇恨 杀人磨 一定要仇恨 问题是 这不是当下的重点的问题 你知道吗 首先当下重点的问题 你先把这个经济的自由度 搞上去 有这个 有这种 像昨天我们讲的这种 把这种普通法的这种精神 就British Common Law的这个精神 用在这个自由市场当中 然后你这个社会繁荣富强了 妈的 美国往你这儿跑难民 美国难民跑到中国来申请政治庇护来 你看看 你先做成这样 你知道吗 这个是创造价值的 你先做到这一点 你再去随便仇恨谁 其实这无所谓 只是说这不是重点 你知道吗 中国政府最讨厌的一点 就是他避重就轻的 他没有这个水平 没有这个 看不到 没有这个远见 去把像新加坡一样 我大量独裁 但是我他妈的把我国家搞得 富裕的老百姓都很有钱 你知道吗 把我国家搞得 就这么小一块 屁大点的地方 他妈的这么多钱 你知道吗 没有这个远见 你 或者说放到中国 马云搞这个 他不是说吗 他自己股份才百分之几 但是他把公司做大 他股份就值钱了 你知道吗 就是这种概念 你在全世界也是这种概念 你知道吗 所以说 避重就轻的这一点 就是说告诉你说 我们国家 要别人会来抢的 怎么怎么样 你先让别人来抢了再说 你知道吗 目前为止 就是这种 什么美帝王我自信不死 这种别人会来抢的 然后跟莫斯科 跟这种俄罗斯是敌人 跟这种资本主义是敌人 然后就是朋友 比如说俄罗斯就是朋友 俄罗斯同样一个没水平搞经济的 赚不了钱的 搞不了社会繁荣的 搞不好繁荣的 没水平的 知道吧 那就是这个 避重就轻 你知道吗 把这个重点的问题给你 给你从老百姓那里扯开 然后再跟你说 你老百姓无能 你没办法创造价值 你放屁 就是一旦你限制太多 你政府的这种限制 政府的这种法律 今天一个样 政策今天一个样 明天一个样 你的经济不可能搞得好 肯定是大家饿肚子 知道吧 这就是没水平 就是胆小 或者说没远见也好 或者没水平也好 就是把这个东西给避开 整天说日本鬼子杀我们这么多人 你看他以前杀了这么多人 就抓着 日本是以前杀了人了 就说 对吧 那没杀人的美国 没杀中国多少人 就说美国 美国也会像日本一样杀的 这个也会的 都会杀的 都会杀我们 都会抢我们东西的 所以我们不能搞得太好 这他妈的是骗谁呢 骗鬼呢 你知道吗 搞不好的理由 而且他要掌握权力 他怕自己没有权力 知道吧 这就是害怕老百姓 先说到这里吧 不是那个人吗 对吗 那是有 JK 是有充NED的 我可以承识想说